它好多東西都表達一種生活方式 就會覺得原來人好像這樣子生活就很足夠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凌生 今天我要來開箱一間我在綠島 就是來做一間主廚叫做海河日常 就是我後面這間 它一樓是一間獨立書店 然後二樓是主廚 而且只有一間 那它住宿非常特別 它沒有WiFi 沒有熱水 沒有冷氣 然後不提供吹風機 也不提供洗髮精跟沐浴乳 是一個還蠻酷翻的地方 我當初會知道這裡是因為好像前年吧 在環島的時候我就經過這邊 我那時候看到這間建築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馬上打開Google Map把它定位 就存下來想說我總有一天一定要來這邊 然後後來呢我就有來他們一樓的獨立書店逛了逛 裡面的書呢都是跟海洋啊環保有關 從一間店就可以看得出經營者老闆的理念 老闆的生活模式是什麼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它這邊二樓也有住宿 而且這一整棟全部都是老闆他自己蓋的 我覺得超厲害 這次來綠島呢我想說我就要來住住看 到底住在一個沒有冷氣沒有WiFi沒有熱水的住宿裡面 會是什麼樣子呢 好這是洗澡的地方 移進去呢我覺得這個洗手台好漂亮喔 然後這個馬桶這個是可以洗屁股的 它的門呢是先這樣關起來 然後底下有一顆石頭 再把它比住 因為基本上只要有關門大家都會覺得有人 所以它是不鎖門的我覺得超酷 那東哥說因為綠島這邊沒有無水處理場 基本上我們身上也有那些洗卸用品啊 都是會傷害海洋的 所以它這邊是不會附任何的洗髮精跟沐浴乳 它這裡有附洗髮品可以這樣壓 再來呢我們要來看一下我們的房間了 我們房間這個木頭椅子走上去呢 會稍微有點不穩 它這個每一步都要走得非常的小心 因為它的木頭可能就是有點小晃動 旁邊沒有抓的地方 所以要小心 這個褲子不能穿太長 它踩到 看我這樣一走進來 這間房間整個超有氣氛的 整個都是木頭蓋起來的 然後包含它的床 上面這個是蚊帳 它床旁邊的這一個書 然後包含床的邊緣 會有那個小夜燈小燈泡 它晚上開起來應該會很美 這邊有插座 然後這個是台燈 它床頭呢都會放一些書 跟海洋啊 森林啊 跟島嶼有關的書景 那床的旁邊呢還有一個椅子 挺舒服的耶 它整個就是屁股腰這邊是整個凹下去 然後你在這邊讀書 睡覺 變得舒服耶 那這一整間房間呢 有一個燈 就是這一個 它燈是這樣子轉開來的 然後這邊走出去 就可以看到海了 現在天氣超好 超藍的 它的房間呢 上來的這個地方 旁邊有一個工作桌 它會附水 跟這個 它是 它也是一個夜燈 可以這樣打開 那它其實也是可以接藍牙的 然後這個是收音機 這超酷 然後這邊呢 還有一個小空間 其實我覺得這個空間蠻可愛的 然後還有一個小窗戶 另外這邊呢 它也是一個窗戶 打開來 就可以看到另外一邊 現在是晚上 我要來給大家看 晚上這邊會長怎樣 首先先開這裡的電燈 登登 有沒有 亮起來了 亮起來了 超有FU的啦 好了 到了晚上 這邊呢 其實就只有一個 燈泡 然後我前面現在是 有打燈的狀態 下午的時間呢 雖然蠻熱的 但我其實很喜歡 就是開著電風扇 躺 直接躺在地板上睡覺 超級舒服 那一到晚上呢 其實因為 右邊那個門 它很通風 它直接是吹著風進來 很涼 很清楚的 就可以聽到海風的聲音 就覺得有一種很療癒 很放鬆的感覺 我就會想 好想要有一天自己 擁有一個這樣子的空間 就是這個空間 不單單只是一個住的地方 它好多東西都表達一種生活方式吧 就會覺得 喔原來人 好像這樣子生活就很足夠了 不一定需要什麼很多餘的裝飾 很多餘的一些生活用品 還什麼的 好啦這一次呢 我就在一個晚上吹著海風 對一個情境下來 跟大家做一個小結尾 那這次來住海河日常 我覺得是一個蠻特別的體驗吧 因為我當初只是經過這間店 然後到我今天真的住進來 我真的覺得 這體驗實在是太值得了 因為你真的在這邊住過一晚 第一次體驗到完全沒有冷氣 沒有WiFi 沒有吹風機 你就會開始去思考很多 你過去的生活方式 生活習慣 是不是你自己真正需要必要的 就像是我開始來到 第一道旅行的時候 我才開始看到很多人 在這個島上的一些付出 或者是真的很注重一些環保啊 或是海洋的議題 我才會覺得 哇原來這些東西 是我們過去沒有很重視 但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身為台灣人地球人 很需要知道一件事情 很多事情真的是你要親自來看 然後親自來體驗 心裡才會有感覺的 所以這一次來綠島 收穫良多很值得 那我這次呢來綠島 還有再另外拍一支影片 雖然呢現在的時間已經是快要到冬天了 可能綠島季節快結束了 但也沒有關係 大家可以把這支影片先收藏起來 明年等疫情趨緩 大家都可以再來 好嗎 那記得去追蹤我的IG 然後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頻道 跟小鈴鐺喔 好我是林軒夏見 掰掰